很开心,因为没有想过 其实我以为一个都不会有的 所以我没有想过 拿完第一个就已经很激动了 我没有想过可以拿到第二个 所以我觉得自己很幸运 其实我已经很 觉得自己很幸运 因为我喜欢演戏 我可以找到一份工作 是演员 我已经觉得自己很幸运 我觉得最幸福的就是 我去年碰到一个好的角色 叫姚文英 而这么幸运的又得到观众的认同 这个是我觉得自己更加值得感恩的 而我觉得今晚更加幸运的是 因为刚才我第一次拿奖的时候 很激动 我其实遛了很多人,没有多谢 而给多一次机会给我 竟然同一晚给多一次机会 给我在台上 多谢一些我之前没有多谢过的人 所以我觉得 很多谢各位观众 我会继续努力 我知道这个不是我的终点 不是我停滞的一个藉口 这个是我的开始 很多谢你们 其实我要多谢的人 真的有很多 但是又冬一宫 西一宫 我没有办法组织 很快地组织起来 其实昨晚我有 轻轻日真的有想过 万一我今天真的要上台多谢的话 我要不要想定多谢什么人 我有问过我老公 然后他就说 不用了,我没想到这些东西很久了 你说话可能比我更加 但我有很多人想多谢 但是东一宫西一宫 我要找人帮我组织起来 然后他就说 不用了 你今晚自己感受一下 所以可能昨天 我就觉得可能他 怕我会失望 所以 怕我会有压力 所以他就这样说 所以我也没有想到 我打算今晚才算 可能我一个都没有 不用想了 谁知道 就这样 希望 也不要说得太差 我觉得不仅要和我老公庆祝 要和很多公司的同事 巨伦剧组里面的同事 大家一起要庆祝 我一定要请他们吃饭 因为有很多人之前 也有和我说一些鼓励和打气的说话 我一定要请他们吃饭 我答应了他们 当然是很开心 大家努力之下 我们这个剧集都得到奖 多谢大家支持 希望真的过年 可以跟大家见到 《充水云宵》的人追追 因为实在很累 一天一刻回来 然后明天又要走了 我们讲一下感受 其实我要多谢我家人 他们经常都支持我 我才熬到今时今日 多谢我的好朋友 多谢金帅姐 多谢Tommy 我也是多谢我这个好拍档 其实没有阿周 这个《充水云宵》 其实都很难成事 我其实很感激 今次有一个很好的拍档 在制作上有一个好拍档 阿周 在创作上 其实我也有一个好拍档 叫阿Lo 最主要是我们整个团队 合作的成果 当然也要多谢你们捧场 你们都很捧场 整天都有我们 《充水云宵宵2》的消息 都很多谢大家 其实我经常都说 每一个崗位 目缺一帆都不行 是靠大家去齐心 才可以做好这件事 希望未来我们再做更好的剧集 给观众的印象 我的《充水云宵宵》 都很深刻的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一套才得到奖 都是开心的 你拿奖什么奖都开心的 又会这么巧 跟阿美妍一起 她拿女配角 我拿男配角 但又不是同一个戏 有时的事情都很奇怪 其实这一套剧 监制都占很大功能 其实奖应该都是 她拿了三分二 所有东西都是她想出来的造型 其实她不是一个二 她要看 她是整个戏 所有演员都有看 你应该怎样 你应该怎样 其实她应该去拿奖 今天拿到《非药男艺园》这个奖 我觉得很荣幸 因为我得到很多同事的支持 得到网民和电视机旁边的观众的支持 我觉得很窩心 我觉得这个奖对我来说 是要提醒我一定要继续努力 做好每一个角色给大家看 还有我要多谢很多人 其实刚才都多谢了 但是都留了很多个 所有的兄弟们 因为兄弟 所以在心中不用说那么多了 但是真的要很多谢歐小姐 多谢一路照顾我的Victor Gary Fonia CC Adam 和曾经照顾我的薛先生和Daniel 真的在这里 補回多谢你们 那 浩信唯一的承诺就是 我会做得更好 向下一个阶段买仗 完成了《非药》这一站 希望下一站是南配角 不要想那么多 但是都是用心做好好的角色 好多谢各位投选我的同事和朋友 是你们的一票 我才可以得到最佳节目主持 和我们的节目就是浮华大地的 那当然很开心 其实我做了旅游节目 都有一段时间 这个节目主持奖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推动力 可以令我继续走到不同的大地 介绍世界另一面给大家认识 希望我继续这种动力 继续这个热成 继续好像去三个小生的旅行 去到80岁都继续去旅行 得了奖之后 未来的目标就是 可能大部分都会 除了旅游节目之外 就是剧集的 那剧集我下年都有几套会上 那我想下年的目标 就是继续在演技 剧集方面都继续锻炼 世界上没有一个能够才能够 Sé 所以將來我也會繼續拍攝 因為你們也喜歡 這個感受好像告訴我 在我80年紀 在TV開台的時候 46年前開台的時候 我已經在TV 來來去幕前幕後 又離開過TV兩三次 但是看著TV 每一次都得到全世界華人的欣賞 而且很多藝人透過自己的廠作 也都透過一個平台TV的平台 能夠向全世界華人展示自己的藝術的廠作 是互相得益的 所以我每一次離開 再回來,每次離開再回來 都覺得TV在進步 在進步 這個進步引起我 如果我再回來 我就覺得我們年輕了 每次回來 我們好像一個重新做過的藝術 是一種 充滿了一種青春的感覺 得這個獎勵好像鼓勵我 如果是有編劇導演 要我回來做戲 我又是在等待著 我相信觀眾都等了很久想看我 因為我最近去過蒙古內蒙古 在內蒙古的時候 看到一個老伯爺婆 她問我為什麼不做戲 是問我懶惰 我說不是,我兩隻腳傷了很久 她都幾十歲,好像我這麼大 但是她依然是騎著馬而過草原 所以她給了一件事給我 她說我希望你拿著我這個鴨 在你的身體裡 你的腳會好起來 繼續做戲給她看 這個我最大的感動 今次得這個獎 我也覺得是因緣和合 我會再回來繼續做 謝謝 謝謝